哈囉 大家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Venus In For我剛剛兩分鐘自我介紹的所有講過的舞台劇 然後這不是我的腿啊 我腿沒那麼長 對 然後呢 為什麼會有這齣舞台劇的由來呢 就要先講到導演這個人 為什麼他要做這齣舞台劇 然後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講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請導演親自來講 所以他 現在人已經走了 但是我有影片 對 稍等一下 我們要做什麼很棒的 我們想說 為什麼我們做這齣舞台劇 我們要做一個演唱會 然後邀請人們從不同的部門 那也包括我們所做的 藝術管理 我們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可以增加價值 所以我們有一個設施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先回到剛剛那個 為什麼導演想要做這齣戲 他就是因為他希望就是讓不同背景的人 或是甚至根本就是沒有參與過舞台劇的 像我這種人 然後可以一起來做這齣戲 那其實為什麼是Venus In For這個舞台劇呢 那就要講到為什麼這個故事 其實是因為導演其實他自己本身的背景的關係 然後他自己的個性 因為他其實他已經有家庭了 然後他在國外也有開自己的公司 然後呢 他就這樣就是抛家氣質 然後來台灣讀研究所 然後呢 他就是希望就是他自己在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跟他問他說 欸 那在你的老婆不會覺得 欸 你就這樣來讀書 那誰要養這個家嗎 就我們台灣人的觀念會想說 欸 應該不是應該是男生要養這個家 然後他會覺得說 欸不對啊 那我覺得我老婆現在有很好的工作 那他可以養我 我來讀書 我覺得OK啊 沒什麼 沒什麼不對 然後男女平權這個時代 如果到時候我老婆要出國念書 或進修什麼之類的 那我在養他 我這樣覺得 他覺得是比較正確的觀念 就是他自己其實就是男女平權的實踐者 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還蠻認同他這個想法 所以就跟他一起做這舞台劇 那我們是誰呢 團隊的成員 其實團隊的成員大部分都沒有舞台劇的背景 就是可能會 而且國家 國籍非常的多 就是有瓜地馬拉 尼加拉瓜 然後有馬來西亞 就是我們的那個男主角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還有就是北非 然後墨西哥 就有很多各國的成員 那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就是可以跟這些外國人一起工作 那其實因為我們舞台劇禮拜五 這個禮拜 欸下個禮拜才會上演 所以其實我現在沒有什麼片段 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演出來會變成怎麼樣 我就參加過兩次的那個牌練的時候 但其實道具啊什麼都還沒有實際看到 那所以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13年的時候有法國導演做了一齣 那個Venus Inverter的電影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印象 到底是Venus Inverter到底在講些什麼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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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一起去草 不是泽子 是有情人的 虎子 我和你 是一家人的一家人 永远 和你心的 在一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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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家人的 在一家人的 都在一家人的 在一家人的 那大家看完影片就會覺得奇怪 我們在講男女平權嗎 然後就感覺好像在看一個什麼SM的電影之類的 但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說 就是請大家摘一下有色眼鏡 來就是欣賞我們這齣戲 那我先在講這齣戲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會加入這個團隊 為什麼會在裡面呢 一個當然就是很難得的跨國合作經驗 因為你在台灣其實 你沒有那麼多機會去跟外國人一起工作 所以對我來說還是蠻特別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從零開始學習 因為其實以前我是做藝術 然後設計背景跟剛剛有一位講的是一樣 然後後來就在5V 然後所以其實跟舞台劇根本就搭不上邊 對 然後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所以我想就是跟導演一起 製作看看有沒有辦法把這齣舞台劇在台灣上演 尤其這齣舞台劇的題材是一個非常 可能會有一點可能會被警察抓走的議題這樣 對 然後當然第三個更重要的就是人情壓力 因為呢就是導演就是我同學 所以呢他就有一天就很興奮的跑來說 Shenry我現在要做這齣戲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喔好 然後喔好 然後就這樣加入 就這樣加入 我想大家在座各位應該都會多少有體驗過就是什麼叫人情壓力 對 然後所以當然就是最最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這個議題很吸引我 就是 那為什麼會講到女性疫情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在聯合國 前生子Emma在聯合國講過 這些話 就是女性主義其實不等於列男主義 女性主義者相信男生跟女人都應該被賦予同等的權利 機會 在政治經濟社會上平等地位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可能會對女性主義者會覺得他是一個就是非常極端啊 或者是就是很偏激啊 或是怎麼樣 怎樣的人 但其實就是女性主義者 要講我也是女性主義者 但是我可能不會像前陣子Facebook的那個活動 就是裸上身然後代表就是支持說 我現在就是我要支持女性女性主義這件事情 但其實女性主義者不代表 越南主義 對就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分享這個觀念 但那 最後最後我就還蠻推薦大家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看這部 就是聽Emma的演講 那他在最後講了一句很關鍵的話 他說 問問問你自己 如果問我自己 如果不是現在 我問我自己 我有什麼時間可以表示我是女性主義者 那如果不是現在 我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做這齣戲 那我覺得就是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你自己 問你自己現在想做的事情 就是If not now, when 然後最後最後 就是因為其實這齣戲呢 他是以一種非常幽默的方式 結構SM這句話 議題 所以我自己對我自己來說 我很想要看就是男性的編劇家 會怎麼寫下女性主義 會怎麼寫女性主義這個議題 就是他是用什麼方式來寫他 那其實這齣戲我後來做完 才自己知道就是SM 其實是源自於人民 就是這個劇作家的名字的縮寫 對,沒有把它全名寫出來 對,所以SM其實就是一個人民這樣 然後最後呢 就是當然還是希望大家有機會 可以來看這齣舞台劇 在15、16、17號的時候 我們會在北一大校園上演 晚上7點半到9點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來 然後也可以搜尋 就是在粉絲專業 TNUA International Drama 或者是如果你們要購票的話 可以在活動通搜尋Venus 不過因為現在呢 現場 現場就是我們剛剛跟討演加碼討論 我們決定送兩張VIP的票 就是收演 就是給大家 所以我會問兩個問題 好,就是 他就給剛剛那位唱歌的 對,他也是很一大學少 對 那就是第一個問題是 我問 我問 你問喔 第一個問題是 SM是代表什麼 好 他們先看 你阿明哥可以看嗎 終於往時間看 那個 某個人 人民的索寫 對,沒錯 好 那你自己對SM在看 好 好像有點太堅韌 是不是 我這 我喜歡你 我喜歡 我最近是有看那個啦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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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 我有去看 那個最近 那個 有部在 南海劇場那邊 上演的那個 冰到五百 所以我是 稍微有 也沒有說很快 所以你覺得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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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關鳥 不要關鳥 所以 所以可以饒了我嗎 等一下來找我拿票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呃 我們是什麼時候上演 欸 好像太簡單了 瞎子 眼睛瞎子 什麼時候 好 我們現在十五十六十七 幾點 七點半到 中間 到九點 不過沒關係 欸我想講 可以嗎 你想講你對SM的看法 其實 其實我聽過相關在推廣SM的團體的講座跟現場示範 其實SM不只是性 他的動作是虐待 有一些人會享受被虐待的過程 可是他的 簡單的說 他會前面會先溝通好說 我們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那事前 事後都必須溝通 那所以 如果是在安全的規範像是OK的 欸這也可以講這種東西嗎 他平常不然跟小朋友講 所以他就跟我們講 好 好 謝謝 對 那不好意思 因為最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天希望可以跟焦點 焦點夥伴就是做交流 所以如果大家現場就是支持我們的話 來看戲的話就是 50% 就是只要250 就是就可以來看 對 就是原本的如果你去活動通購票的話 現在只剩下學生票跟一般票 一般票是500塊 所以你可以用50%買回來 對 就是限制 謝謝大家 歡迎來看戲